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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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生能住神兮 特别最后一条佛陀说 昨天我也有讲 年化身大事更强调 一个人死亡了 造了很不好的恶业 直接下地狱 那你只要帮他放生 七支物命 不分大或小 就像造佛塔 造佛塔哪怕造得像米一样大的佛塔 那就是造佛塔的功德 所以呢放生没有分物命大小 当然你放的物命越大 那那个力量当然越大了 但是悲心是一样的 所以为一个死亡者 造恶业的 能够放生七支物命 他就马上脱离地狱 这就是车逆国王的故事 车逆国王好杀身吃肉堕落了 然后安安问佛陀 佛陀说你赶快告诉他家人替他放生 所以车逆国王当下升天 那我们连升天的福报都有了 何况往生净土呢 所以让他脱离上额道 引导他往生西方几个世界 所以叫放生能住生西方 第一个放生就是救命 救他的命 更救众生的命 对不对 今天有一个人要把一只狗杀掉 你用钱给他买回来 也救了那个人的命 那个人就不用下伤二道了 那你救一只猪 那更救更多人的命 你想想一只猪 多少人吃 至少十个人吃这一只猪 这十个人将来都要做猪被杀 那你救了一只猪 除了救这一只猪 更救了这十个人的命 那这十个人又牵涉多少家庭 然后整个世界会这样多了一分善的 净化的力量 所以各位 我们普渡众生就是要救所有生命 所以放生是菩萨道最基本的 菩萨生是消极的 吃素是终极的 放生才是积极的 所以马来西亚是放生天堂 赶快做 免得后悔莫及 以前我们台湾也是放生天堂 现在海盗法师只能四处流浪 打代宝 我回到台湾 他们警备就拉铃了 又来了 但是 他们不理解 我能够了解 但是 他们不了解 我们这样是在救台湾 因为台湾过去有 大概在十五年前 二十年前 一度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政治上 老和尚那时候说 赶快救命 放生消除杀劫 知道吗 战争的劫难 所以那个时候 强救 用尽各种方法 我们都眼见到 很多的劫难都可以过去 特别现在的人 癌症杀业多 更要努力去做 所以我们现在就成立了 国际万场放生 所以我们也辅导了很多 连线作业 叫千场放生 在很多国家 很多地方 所以有一场 他们已经 光一个中心 做了多少场 来 六千场 六千场 我们在世界各地 现在成立了很多场 叫什么 来 天天放生 所以各位 现在有网路很方便 希望你也加入 以后 吉隆坡也要成立 应该成立 天生 天天放生群 好不好 那各位呢 有人比较有空了 去救 那我们上班赚钱 就付持钱 对不对 付持钱 虽然钱不用多 但是人合起来 就刚刚讲了 三百块 四十五块 可以放一千五百零六只蟋蟀 所以有些 像我们在台湾 一块钱台币 一块钱台币 可以放十只蚯蚓 那一块钱 马币就可以放八十只蚯蚓 对不对 因为那些红蚯蚓 然后他们就 就繁殖的很快 就准备给人家钓鱼啊 杀啊 因为台湾钓鱼的多 但是我们就准备 很风朗的土地 甚至是种有机食物了 那些红蚯蚓最喜欢啊 又保护它 然后有机食物 这个叫慈悲更有机了 是因为救蚯蚓 然后去回沃它的土地 种出来了 这下吃的保证长寿无病了 所以那各位 你做这个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水族馆里面有很多 小虾 小鱼 小面包虫 对不对 小蟋蟀 他们为了做生意啊 只好买来 但是我们去跟他买 一般他都会卖的 只是他后面会藏一桶 不跟你讲 因为这桶卖给你了 后面还一桶 这样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尽力 那我想各位 最好你家里买一个小鱼缸 不是养什么宠物鱼 漂亮的 而是养那些 本来就要被杀的 因为对你来讲 每天都是慈悲 他只要活在那边 多吃一口素食饲料 多吸一口空气 都是你生命的祝愿 就像我们老爸爸妈 老妈妈老了 我们奉养他 奉养他到安享天年 哪怕一年 哪怕两年 我们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啊 所以我们要这样来救护生命 第二放生就是还债 不是替自己还债 替杀业众生还债 要这样想 那你在替所有众生还债 那当然就在替你自己还大债 所以人来这个世间都有欠债的 一定有的 欠子女债 一直跟你要钱 一直跟你要钱 欠感情债 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的 冤亲债主 而且就像刚刚讲的 那只狗 那个被堕胎的小女生 不放他妈妈走 不放他走 他要的讨债啊 所以他就过程很痛苦 当这些冤亲债主超度了 他马上就安享往生 所以我师父说要念什么 如果被讨债 读诵地藏经 地藏经是消业上还债最快的 等一下我要带各位念浦门品 为什么要念浦门品 特别正在生病的 有苦难的 浦门品可以消七大苦难 消内心三毒 成就男女二院 所以 至古有一个皇帝 五湖十六国的时候 病得很厉害 找了各种的医生都没办法 后来寺庙 他去寺庙老和尚说 你专心持送浦门品 结果念了七遍浦门品 病好起来 所以浦门品在中国 流行最广 这位皇帝推广了 救苦救难 所以我们佛教有个习惯 为现世者救苦救难 念观音菩萨 最后呢 念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 那我妈最厉害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两个一起念 就 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 那我说 我妈 你跟我一样聪明 所以两个一起念 第三 放生就是救急 所以希望大家 多去看那些 即将被杀的 有时候我最大的痛苦 有时候出国 他们带我去吃饭 都是那些 一般都是荤死的 荤死的鱼虾 大餐厅 虽然定义做树的 我们吃的也很难过 那些碗筷 老实说 圣言法师都说了 纯粹吃树的 连碗筷都不能装过肉的 因为你装过肉了 里面就有附着动物王魂 那个味道去不掉了 你那个筷子洗一万次 还是那个 杀业 就像一只刀子 这个刀子你切过蒜头 你切一百个水果 还是蒜头味 对不对 奇怪 为什么蒜头这么厉害 可以入到铁里面去 那个刀子已经洗了 要死了 一切还是蒜头味 所以这个磨的力量 很厉害的 蒜头就是磨的味道 这样 你一吃蒜头 磨就来找你 护法正神就离开 所以有时候 我们去餐厅吃 那真的是 菩萨要去吃饭 哇 很痛苦 出来进去就会头晕 搞不好回来就生病 我已经好多次经验了 有一次他们带我去一个地方 说师父这一家好吃 一定要进去 一定要进去 我们真的是很无奈 然后就去 就在门口我就开始头痛了 然后进去以后 你知道正在吃吃吃 旁边有一桌的人 就故意就看我们 你们是 这不是巧合 一定有什么姻缘 讲到这个又痛苦了 还是把它讲完 旁边有一桌 一个男生 大老板 一直回头看 你们这出家人是吃荤的 因为他吃荤的 你们怎么在这边吃呢 偏偏那一顿 煮过来的都是仿荤的 刚好他们仿成 是树的没错 仿成像排骨 我夹一块他就都看我里面 你也吃肉 我心里很痛苦 我也知道他在嘲笑我 但是那个明明是树的 所以有时候吃树的 你去吃那个仿的鱼 仿的龙虾 人家都说你不好 事实上那种东西我不吃的 因为你做成龙虾 做成鱼 你怎么吃吗 师父这个树的树的 树的也不行 所以他来给我看 我就很痛苦 那我还是吃 连碗筷也都是荤的味道 那天回去就拉肚子 不能睡觉 那以后我就发现 以后不再去餐厅 但是人家隔天还是找把你拉去 不然你要去哪里吃 以后干脆自己带电锅 所以没办法 这个世间本来就五着二四 所以各位你的筷子 像我的筷子 我永远自己带自己的筷子 你说你怎么看 你带我 visited 你带我 只要你带我 你带我